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HK Developer 我是Vinci 今天來到韓文田站的AE出口 一看就知道 就是帶大家看看韓文田站上過的項目 而且這個樓盤原來已經在對面已經看到了 雖然這個樓盤還未明明 不過我們今天就帶大家看看 他們周圍的樓景和配套 除此之外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樓盤更多的資訊 或者未來的發展 都可以按下這連結 事不宜遲,我們要立即去片 至於發展傷的部分 不可能你不知了 港鐵公司曾經公佈 同高銀地產控股和英軍集團 就韓文田站一期的物業法指示宜 達成了協議 並且簽訂了更替的合約 會同英軍集團協手完成這個工程項目 不過由於高銀金融和場實 去年簽訂了一系列的重組協議 而協議其中一部份是包括了 場實可以取得高銀大股東潘蘇通 所持有的 會將興建五棟的住宅大廈 各樓供24至25層 合共提供約918伙 項目即將會有兩座一層式會所 預計會在2022年落成 樓景方面 東面的低層大約30米高 和中層約60米高 同樣都是望樓景的 但後者會比較開揚 中文字幕提供 而高层約100米高 便可能看到少量的維港海景 而南面的低層大同小異,同樣是望流景 而最側一座的中層和高層 便可能看到少少海景 但要留意的是其他座 都有機會被最外面的座遮擋住 呢? 搭配合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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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業主的你們還在外套找你的租約 還檢查你的租客有沒有交租 還擔心你的租客會變成租版 快點登記Ranchett Ranchett 一個免費電子租務管理app 西面的低層和中層 主要都是看到籃球場、足球場 其餘都是流景為主 重量製造物質租金 保命管理criber 任何方向使我們 約付出色役感 學問的人 公里 適合 選擇 選擇 辅 而高層同样视线会比较广阔 最后帮面的低层其实没什么看法 反而中层和高层会看到草地足球场 景观会比较开阳 如果不想乘地铁也不要紧 天柱的楼下即是楼盘的对面 也有巴士站可以去到九龙区和港岛 而来楼盘最近大约走10分钟 就会去到韩文田广场 里面也有一些连锁的食肆 而且还有超级市场 走过一点还会有韩文田街市 可以在这里买菜 最后又提提大家 因为楼盘对出就是一条大马路 所以繁忙时间可能会比较大声 比较小一点 看完这些楼盘之后 不知大家觉得如何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除此之外 如果想撒取更多资料 都可以点击下面这条链 我们下次见